其实我们知道,你们跟我们一样心里也曾害怕 但是你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筑起了生命之墙 2022年要过去了,向你们说一声,辛苦了 何种专业能力一直是业内拔尖的 可却因为在22年的跨年晚会上情绪失控,遭到全网攻击 有人暗讽他说是泪失禁,有人指责他是靠山清博眼球 初到28年,何种提携后被温暖半个娱乐圈,是人人称赞的老好人 就连黄磊都被他的善良所打斗 可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人也难逃忘报 何种被骂上热搜后,看到他脖子上的黑色领带,才知道一切都是有苦难言 据悉跨年当天早上,何老师才刚刚送走了自己的父亲 亲人离世的悲痛让他根本提不起心做任何事 可由于晚会提前便订好了主持人名单 何老师作为火难台的顶梁主,一时间很难找到可以代替他的人 所以他只好披码带下了赶来完成工作 也就在这时,大家才注意到他的黑色领带 一般在大型晚会是不选择带这种的,除非是有特殊情况 不过更让人心疼的是,何老师不仅在这一天送走了父亲 还在几个月前道别的母亲,断断半年时间父母相继过世 这对一个儿子来说无因15类轰顶 可即便何老师已经难过到快要窒息了 网友们还要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晚会现场,何老师为了不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也是拼尽全力烘托范围 何老师一辈子温暖过许多人 可在他最最脆弱的时候却只能强颜欢笑 你可以不喜欢何总这个人,但绝对不能治愈他的正义能力 在某次商业活动上,一位总裁要上台开新品发布会 结果还没走到舞台中央,就踩到水坑当场摔了一跤 开门大吉的环节弄得一身狼狈 周围的工作人员看到浑身湿透的总裁 肉眼可见的慌张了起来 作为主持人的何总见状,立马跑到总裁面前大喊 欲选择吧,欲选择吧,来加上给他 简单的四个字,一下扭转乾坤 从舞台事故变成极像如意的好兆头 就连总裁都忍不住开心的露出大牙 果然内娱就没和老师救不老的场 主持能力真不是盖的 2018年,郭德纲带着郭麒麟云棚 上跨了大本营宣传春节商业的电影 在节目游戏环节 头顶铁锅原本要砸在受了的何总的人头上 甚至幕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 把铁锅砸在了赢了的郭德纲的人头上 好在郭德纲个矮躲过了一劫 可怨云棚就没那么好运了 被无辜砸中,他直接躺地上大哭 郭德纲也顺势抓住机会碰此节目组 宣传电影《祖宗十九代》 只是没想到喝整三言两语就化解了 你们这一下子砸坏了我们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 《祖宗十九代》的男一号了 郭老师,这是我们大本营的祝福 这个叫碰头 春节期间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祖宗十九代必须碰头彩 谢谢何老师 何俊一句碰头彩 让郭麒麟和郁敏铺满眼崇拜 于庆也十分为乐身不可思议 不得不说,在娱乐圈 能堵住一群人说相声的嘴的 恐怕也只有何老师了 如果没有何俊 2012年的第九节 金银节就会变成一个笑话 这是双北第一次合作主持晚会 被称为央视才子萨贝宁 虽然情商很高 主持风格也很幽默 但在旧场能力方面还是差了些 当时颁发最受观众喜爱的 女演员讲师 颁奖嘉宾江晃老师 手上拿着的掌上电脑 突然黑屏死机 台下的人都在焦急的 等着公布答案 江晃十分紧张 意识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停地环顾四周 希望工作人员能上去帮忙 可工作人员根本没意识到 这一突发状况 所以直接无视 这下只能把难题都给主持人了 当时萨贝宁为了缓解尴尬 先是开口询问电脑的具体状况 可显然 老前辈江晃根本听不懂 这些高科技的术语 于是萨贝宁只能出了个馊主意 让江晃老师随便读一个女演员的名字 何雄听到后立马制止 在萨贝宁换解范围的几分钟里 何雄虽然一句话也没说 但嘉宁想好应对之策 方舟你的电脑上有吗 我的也只有男演员 没有女演员 在德志一旁女班咱家并无法提供帮助后 何雄立马想到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她手里的卡片 先解江晃老师燃眉至极 在她递上卡片 并且贴心指出名字具体在哪里时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从此傲召萨贝宁 都对她佩服不已 如果大线的掌声 来就能打掉